习近平交新朋友德国新总理向其传话将继续莫克尔路线 12月6日据法广报告德国经济周刊12月5日引述消息说德国新总理舒尔茨已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传话表示他将继续莫克尔的路线 德国经济周刊Works Chatwalk引述一位欧盟外交官报道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已经代替舒尔茨向习近平发出了他希望维持莫克尔中国政策的信息 柏林的外交界人士证实了这一点 根据舒尔茨给习近平的信息他将对他的两个联盟伙伴绿党和联邦民主党进行牵制 这两党都对中国持批评态度 该消息说德国社民党籍的新总理舒尔茨甚至在当选总理之前就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了信号表示他将继续习前任安格拉沃克的务实路线 在早于今年10月进行的电话中舒尔茨还发出了支持有争议的欧盟与中国的投资协议的信息 该媒体称舒尔茨的这个决心向他被认为正在偏离三党联盟政府协议中有关对抗中国的路线 一位政府发言人向经济周刊证实舒尔茨在联邦议院选举后曾与默克尔就中国问题举行了会谈 据一位内部人士说默克尔对未来德国政府的中国政策表示担忧 并据红黄绿三党联盟千里人说当初舒尔茨派本党的外长艾科马斯参加联盟会谈 其任务就是防止出现最坏的情况 时刻新闻编辑播报 总结束